香蕉是一种营养丰富,价格低廉的水果 本土香蕉2块5亿斤,十几块钱就可以买一大盘回家 香蕉具有通便的作用,常吃香蕉可以预防便秘 这也是家中常备的原因之一 但是香蕉是一种不容易保存的水果 买回家的香蕉如果两天不吃就发黑要扔掉了 造成了资源浪费 今天厨娘与大家分享一个保存香蕉的小妙招 放十天半个月都不会坏 取一个盆,加入半盆清水 加入3-5克盐,搅拌均匀 把香蕉放到淡盐水内清洗一下 因为商家为了好保存 都是在香蕉不成熟的时候就把它给摘下来 然后人工干预它,再发往全国各地 在保存香蕉之前要把香蕉表面的催熟剂清洗干净 用厨房纸或者是卫生纸将清洗干净的香蕉擦一下 将表面的水分擦干 然后用纸巾把香蕉头包起来 再用干净的旧毛巾或者干净的旧秋衣把香蕉整体都包好 我用的是我家孩子小时候没用的干净尿布 这种纱布非常好用 不管是做梯布还是包东西都特别的透气 再装入到塑料袋里,这样保存起来 放10天半个月香蕉都不发黑,不会坏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家有吃不完的香蕉就试试这样保存吧 谢谢大家,明天见